市長 因為今天跟蔣偉瑜談談 那你們講 如果被剪輯是台北市民主義的 我跟蔣偉瑜應該對於精神障害者的父輝 都抱著一樣的精神 都想要幫助他們 這裡還是有關於我們曾經的整個精神障害者 社會融合跟自立生活的支持東西的成立 帶來社會的意義相關的議題才在這裡回答 那其他人就等下我們還有進口 謝謝 副長 因為今天跟蔣偉瑜談談 那你們講 如果被剪輯是台北市民主義的 我跟蔣偉瑜應該對於 精神障害者的父輝 都抱著一樣的精神 都想要幫助他們 那蔣偉瑜是立法委員在立法上面 在我們的行政的多處上面給我們協助 讓我們行政單位 自動自發主動的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委員你到底有沒有要宣布說年後要宣布參選 謝謝 謝謝 因為昨天的參會我們其實談的都很愉快 大家給很多的建議 大家都有提很多的建議跟意見 我們就是聆聽大家的想法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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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其實就是很單純 好朋友私下的聚餐 那最主要過年前 本來都會和好朋友聚一聚 對我來講 大家彼此交換意見 討論很多議題 對我來說最重要就是 如何讓台北市 及早做好準備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各項挑戰 所以在吃飯過程當中 大家都有提出很多的建議和想法 我就聆聽大家的意見 那你做好準備要選台北市了嗎 吃飯的過程 大家都有很多的建議給我 那包括對地方上面 有什麼需求 以及後疫情時代 民眾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 看我在中央在立法院 或是怎麼樣結合地方與議員合作 來幫助到民眾 面對我們後疫情時代的各項挑戰 委員有沒有談到說 因為最近我這個 國民黨很多的縣市走轉都認為 可能被政治追殺 是不是有談到說 誒要怎麼樣幫 就是接下來要避免這樣的狀況 其實期間我們好朋友 當然都很關心相關的時事 也都會提出他們的想法 我就是聆聽大家的意見 那我想最主要後疫情時代 我們面對很多的挑戰 像我在萬華區也設立了 第一個心理諮詢的服務 我也請聽很多議員他們的看法 是不是可以持續的 在各區能夠射點 他們也都給我一些很寶貴的建議 我想這些我都是 未來可以當做一個很好的參考 那我想國人現在最關注的還是疫情 我看到每天都還是有一些本土的案例 那Omicron變種病毒在國際間 其實傳播速度也很快 我們都希望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 把角色扮演好 然後中央地方共同合作 守住疫情 昨天討論的時候 有沒有討論到說 上前台北市長 好公平他說 可以藍白河來選這個台北市長 那昨天有沒有討論到這樣的部分 那您的看法 昨天吃飯的過程 其實大家就是很輕鬆的聊天 因為都是好朋友 我想大家談的比較多 就是針對包括我在萬華開實社的心理諮詢的服務據點 還有法資雙服務 以及接下來 我也規劃 怎麼樣能夠幫助在地的商圈轉型 以及也有討論到我從去年疫情期間開始 發起待新待用餐 到目前的進度 我想大家討論的是 比較後疫情時代 其實各個層面所遭遇到的困難 那我們可以共同合作 來如何幫助民眾 我想這個是我們昨天討論比較多的部分 如果過年後疫情變得嚴重的話 會影響更部的時程嗎 我想國人還是非常關注疫情 所以農曆年馬上要到 那現在陸陸續續非常多的國人都反排 有的在隔離中 有陸陸續續解隔離 那我們很希望說 大家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然後一起合作 不管是政府 我們民眾也一起做好防疫 我想熟住疫情 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像昨天的大三元還有今天 剛剛我在遇到你 那你這個餐序之後還有陸續還有舉辦嗎 那邀請的對象大概都還有誰呢 都是好朋友 我其實每一年過年前 我都會和我自己的好朋友 聚聚會吃個飯 只要時間允許的話 都是如此 我想問一下 接下來的立法院會很忙 那麼地質法也不會在臨時會封過 可能會在下會期 那下會期可能會有很多的角色 那你準備好了嗎 一直都準備好 我想在立法院 我想不管在衛環委員會 在很多我所關注的民生議題 包括現在討論非常熱的地質法 我想我們都希望站在人民的角度 幫人民發聲 把人民的聲音表達出來 只要是對人民好 我們一定是盡力的捍衛 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 好 謝謝 委員你到底有沒有宣布說 年後要宣布參選 謝謝 好不好 因為昨天的參會 我們其實談的都很愉快 大家給很多的建議 大家都有提很多的建議跟意見 我們就是聆聽大家的想法 謝謝 謝謝